各位标迷你们好 不经不觉又到了平安夜 如果我上载这条影片应该是平安夜 今天想介绍的是一只精工Pisage automatic Cycle的精工Pisage 这个标真是很漂亮 这个标很大 虽然它是简约的设计 你看到它不多功能 但是这只标的高级感很出色 整只标很大 让大家看看它的外形 先跟大家讲解一下标 标是Pisage Pisage automatic 全自动的机械 机身 6点位置 精工Pisage 这只标 你说它没有设计又可以 你说它是有设计又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简约的设计 其实 这个简约的设计 我最欣赏的位置 从我最欣赏的位置 开始讲起 就是这个6点位置的日力枪 它就用了这个白底黑字的显示 变得很清晰 而我最欣赏的位置 就是它做了 它不仅是一个字面开个孔 它起了一级之外 它再用不瘦钢框 挖住它 变得很有层次感 虽然标是一个简约的设计 不多功能 但是它就因为做了一个日力枪 很吸睁 在一个简约的设计 其实才能凸显出它的味道 正如人们常说 厨师煮山珍凯彩 很难吃得到它的真正功力 只有炒饭 煎鸡蛋炒饭 才凸显到它的功力 就是这个标这么简约的设计里面 它如何凸显到它的特性 就是等于炒饭 好了 这个标以一个银色的不瘦钢外壳 用一个光芯的处理 抛光的效果 大家在旁边看到光芯 这边也是光芯的处理 但是这边的标本上面写了S字 正功 用了蓝宝石玻璃标面 这个标就是蓝宝石玻璃标面 如果配戴它的朋友 标迷就不怕刮花的标面 因为标面很清晰 刮花了就不漂亮 不好看了 但是蓝宝石玻璃标面就不容易刮花了 好了 我想说一下字面 就是我第二个欣赏的地方 字面其实好像很粗糙的 字面的造工 就是凸凸凸凸的 有些纹的 看上去很有质感 视觉的质感 好了 另外再加上这个黑度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反光位 我特意遷就这个反光位 就是黑度的两边 就是做了反光 抛光的效果 中间也做了凸凸凸凸的效果 同个字面配成了这个枯形 我觉得在一个这么简单的标里面 也不多功能的标里面 就凸显到它的设计 另外再加上我第二个最欣赏的位置 就是它用了一支蓝色电道的秒针 大家有没有看到 蓝色电道的 这个蓝色电道 就像蓝钢螺丝 蓝钢针的效果 看出来 就大显了整支标 在简单的突显了它的味道 再加上 这个字 精工的字 它这次不是用私印 有时候精工的字用私印 這是一個凸凸凸起的精弓字 配搭了光芯 配搭了時分針 也是一個拋光效果的時分針 配搭這個字的拋光效果 也配搭了黑度旁邊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個錶在一個簡單的設計裡很有心思 再來看看錶帶 錶帶是一個實心的不鏽鋼錶帶 三件拉絲配搭了兩件拋光的帶花 打側看錶帶是薄身的實心錶帶 錶扣也是一個按壓式的接扣 兩邊對接的接扣 來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透視的處理 透視的錶底 大家看到有一個金色的陀片 陀上寫了4R35的機芯 23的Jeris和Japan 除了日本機芯之外 這支錶還是Made in Japan 錶面也有寫的 等會反轉給大家看 這裏也寫了藍寶石玻璃錶面 生活防水 不鏽鋼的螺旋式陷入底蓋 但做了透視的底蓋 反過來給大家看 錶 這六點位置有寫著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錶 錶的直徑是41.7mm 而這個錶的厚度 就是11.7mm 對,11.7mm 那裏是48mm 那我就試帶給大家看 這支錶很斯文 很清晰的 很簡約的設計 但感覺很高級 雖然它的價錢 大家聽完 都不覺得它是高級的 真的很貼地 很平民 但感覺上 這支錶是很高檔的 好,還有很容易配搭 白色面 好像我今天穿了牛仔襯衣 或者你平時穿衛衣 穿T恤都很容易配搭得到 這些錶出街上又可以 上班又可以 好,這支錶 就是用了4R機身 提前看 上班又是41小時的儲能 23個Jerrys 有停秒功能 這支錶 就是 外面我人肉搜尋過 大概是 4180元定價 我人肉搜尋過 各大網站 外國網站連運費 是3千多元 3千1到3千8元 不等 香港某些網站 什麼Paisy.com 那些 大概是2500到2980元 不等 全新 現在 No.7 Watch 做個超級優惠給大家 2388元 2388元 超順優惠 不過只要拿3隻出來做特價 只要拿3隻出來做特價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先留言給我們 再去佐敦或者荔枝角點試驗 試對的 立即搶購 因為只有3隻 這支錶很漂亮 不過有一個缺點 Vincent要告訴大家 我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就是他做了生活防水 他沒有做到一個高防水性的 例如五角巴 十角巴 我就沒有做到的 就是一個生活防水 當然洗手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 水上活動就不行了 這支錶 那這個是我覺得 他唯一的缺點 其他都 其實真的很好 或者你可以說 他沒有野光針 黑度 但是整支錶 配出來 我覺得不需要野光針 黑度 都很搭 因為 反而放了野光下去 就不搭 好了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 給我們一個讚好 支持豬仔 拍多些好東西給大家 找多些信表給大家 介紹給你們 好了 未訂閱的 盡快訂閱 好 多謝聖誕快樂